梅扇铁路10月11日开通运营 接洋市区实现高铁直达广州深圳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10月11日,梅扇铁路将正式开通运营 世界客都梅州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 每天将有44趟动车组列车往返于梅州至广州 深圳、汕头、珠海、宜昌、厦门等地 梅州至广州 深圳最快仅需3小时25分 和2小时52分 在开通运营初期 行经梅扇铁路的各趟列车 将根据不同运行区间 运行时间和停站情况 实行6折、7、5折、8折、8、5折 9折5种折扣票价 梅扇铁路接洋站站前广场 及道路配套建设工程投资总估算6.6亿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近站大道和站前广场